Hello 大家好 我是光大雙用機高級副總裁 比比 Kenny 溫潔 我很珍惜每個星期 和大家共對的時刻 大家看到的時間應該是星期六的早上 但提提大家 我拍攝時間是星期五 大概兩點鬆一點 所以你看到恆子 正在跳緊 還越升越多 應該開心的 好了 對於前景的展望 很簡單 大家就會嗨我 為何嗨我 我還有一句 繼續走俱進 說了一個多兩個月 第一 我們先看圖 其實真是行區間 除了之前來計 怕對沖基金爆倉 下跌過27505 前陣子我也有點害怕 但當時我就說 之前怕對沖基金爆倉 雷曼危機 外星人集地球 都是2750 怕通脹 下跌到2775 是否需要那麼害怕 我就說不如再看兩天 幸好沒有轉觀點 一夾到上去 6月2日 就上升到29490 當時又超出了 我本身說29400的一個觀點 但我說 那你又再看兩天 它又跌下來了 你看到這幾天 還窄了 不僅沒有說 是爆邊 破位 還是窄了 當然 我就不會說 繼續在28800 28900 2900增持 但之前所說 28200到29400 這個區間 似乎短期內 都中了中國股權法 點閱 是未破位的 為甚麼呢 除了只是說 技術分析和圖之外 我們一路說的論據 都很簡單 要升破的話 有難處 為甚麼 問得好 第一 你看到近來的成交 其實偏弱了 大家都觀望著 買升好 還是買跌好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 成交偏低 沒有動力 第二 我經常都說 你現在恆生指數 或者整體的大市氣氛 都某程度上 受著一些 大隻龍頭科技股所主導的 它都不動 上上下下 我見到今早的時間 亞利又下回二百零多元 騰訊又六百零多元 這件事 都是對於恆生指數和整體氣氛 有一個局限在 第三件 我們上星期提過 最重要 今個星期 我就說 要看通脹數據 但通脹數據裏 相對重要 是美國 因為中國因素 反而可能是人民幣因素 比較大 我也和大家分享過 原來 很容易理解 因為很多債券 都是美金發行的 人民幣升 就有利 很多中國公司 它的收入和盈利 都是人民幣的 人民幣升就好 但我們計算那條數 原來相關系數 就是一個指標 在金融上 去到零點七幾 這個真是高 所以如果近來 人民幣 可能因為美元 有少少回穩的跡象 又或者 阿爺都說了 你不要想著 我會靠人民幣升值 控制輸入性的通脹 人民幣也有些回落 港股就無法折騰 所以簡單來說 成交偏低 大家慣望 科技股難以大爆升 第三 人民幣都是有波幅 沒有升幅 甚至波動區間 越來越渣越來越渣越來越渣 這樣的話 似乎難升 我給我兩個 所謂的阻力 第一個是29,400 第二個是29,600 怎麼來的 先看之前 6月2日 29490 再之前的位置 其實是29405 再上了 3月12日和3月18日 分別是29550 和29596 所以大概 29,400到29,600 是很大阻力的 好 轉過來 又不要那麼淡 你看昨晚美股 雖然通脹數據 5% 但是 對於美股沒有影響 甚至對今天港股來說 可能受惠美股 進一步推升 所以第一 美股在高位咬著 撐著港股 第二 港股本身 估值不為貴 第三 我們看到的盈利改善 都是不錯 所以幾個因素 我又覺得 不要看得太淡 變相 用技術分析 用基本因素 我們都得出同一個結論 我知道 平均線攬一煮 我知道 保力加通道收窄 總會爆邊 總不會未來三年 都是28,800 但是 我們要看到 一些買賣盤的變化 又或者 是說 基本因素有突破 可能通脹急升 又或者怎樣也好 留意著 下個星期 聯儲局意識 我們叫過三關 通脹的關 其實是高於預期的 美國 但也沒問題 順風順水 股市都是升的 過了一些關 聯儲局會否透露任何東西呢 對於美國聯儲局的退市安排 我們講得很清楚 第三季 你有心理準備 會開始談 什麼時候 減少賣債 現在每個月 賣1,200億 例如我們估計 可能在第四季 或是明年第一季 每個月 賣少100至150 去到明年年中 明年年尾 便會先停一停 但是去到2022… 現在幾年了 去到2022年的年底 或者2023年的年頭 正式有機會加息 這件事究竟 前定後 左定右 就看來接下來通脹 今次的通脹是5% 很多市場論調就很簡單 短期因素而已 我也傾向是 因為如果你細心看 前一個星期 我多說一些環球 前一個星期 出了非農業新增 55萬 少於預期 令到所謂的加息預期 退卻 但你想深一層 看深一點 同一個數據裏面 有一個工資增長 工資增長是快的 而且我看其他平台 也有些報道說 現在美國麥當勞 請不到人 要回麥當勞 送iPhone 甚至都不請不到人 令到部份的店鋪 要關門 為甚麼 因為在過去的疫情裏面 美國政府派了幾次錢 很多失業救濟 我不做事還拿得多錢 或者拿一半錢 拿七成錢 為甚麼要去做事 所以人們不去找工作 就算經濟復甦 也令到公司請不到人 工資便抽升 但理論上 派得給你錢會完結 錢是會花光的 這班人就會重頭回就業市場 到時來說 在就業市場的供求 得到平衡 就應該令到工資上升的壓力 淡化 再加上基數效應 即是下半年 甚至2021年 比較的話 今年上半年 所有東西正常回復 到2022年 基數效應增加 會令到通脹壓低下來 所以我們同意聯絕局所說 暫時 美國通脹都是一個 所謂的暫時性現象 但如果你說連續 很多數據都是爆升 這樣的話 這方面的觀點 就有機會改變 從而帶來一個 所謂的股市波動 別說太多美國了 我們說中國 中國記住兩個因素 第一是說通脹 但要留心 雖然通脹 9% 很可怕 但CPI 1.3% 而我們覺得 這兩個月 PPI 見頂了 見頂了 而CPI 就算逐步上升 去到今年第四季 都是2% 你想想 中國經濟增長 今年我們估計 9.1% 或者正常情況 5-6% 5-6% 百分比的經濟增長 加1% 2%的通脹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覺得 不應該 就會掣索貨幣政策 所以見到 在前兩天 出完通脹數據之後 其實 市場就沒有受影響 反而重點 第一要留意 做結論 第一 留意人民幣的匯價 第二 就是下星期 美國聯儲局的意識 他們說甚麼 就關鍵了 大概上來說 一個區間的走勢 越來越窄 都是暫時維持著 大肆先說這麼多 我們說說過股 好 第一隻 哪隻呢 噔 琦琦 大家上個星期 有看這段片 都知道 我最近很厲害 為甚麼厲害 因為上星期 都提過我會見琦琦 而故事的主因就是 我在上星期頭的時間 有朋友問 你怎麼看琦琦 我就說 嗯 中性 觀望一下 接著一說 他就連跌了6日 但當我見完他之後 我星期一見的 見完他之後 都有點改觀 不是那麼差 糟糕他連升3日 大家覺得 你是不是做事 你一說官網就連跌7日 1 2 3 4 5 6日 然後你說改觀 他就升3日 今天還升17元 好了 這是開玩笑的 好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講生物科技 就是講藥品的效用有多厲害 有多創新 譬如信達 白濟神州 軍實 杏瑞 就是PD-1 其中一種免疫治療 他就不是走這條路的 第二就是 市場有多大 譬如香港最多人患的癌症是大腸癌 如果你的藥是醫大腸癌的話 你的市場份量就大了 但反過來 它的最重要藥品 是這些甚麼呢 聽著 多發性骨髓癌 嘩 這是甚麼 我在其他平台都講過 如果你年紀有我差不多 小時候 張學友有一首歌 叫《遙遠的他》 《遙遠的他》裡有一首歌詞 就是 血癌以帶走他 沒錯 多發性骨髓癌 就是血癌的一種 簡單來說 我們有骨髓 骨髓裡會產生幹細胞 幹細胞會產生血液細胞 包括白血球 紅血球 和血小板 如果中間出現病變 成為癌症的話 這個我們稱為血管瘤 又或者是多發性骨髓瘤 主要來說 主打藥品就是這個 所以某個程度上 又不是最普遍的一個 我們看韓劇就是血癌 我們唱歌就有 但現實生活中 多發性骨髓瘤 相對大腸癌、肺癌、肝癌 就不是那麼普遍 所以市場小 當初可能要先看定一點 再加上 它那十隻八隻藥品中 頭兩隻最近榜的 都是跟其他公司合作 是拿回全球 或者亞太區的銷售協議 不是自己研發的 我心想 我買一些生物性的公司 就是喜歡你研發能力 我明白了 管理層解得很清楚 它就說 這是公司管理層 一開始成立的時候的目標 因為自己去研究 當然是條長路遠 它成立了五、六年 但為了上市鋪路 為了早些有一些藥品的成果 在它一邊研發藥品的同時 先跟其他公司做一些合作和商討 那就快了 所以這個原來不是它研發得慢 是它主要的安排 那就明白了 所以難得奇企的社長是一個香港人 說廣東話 變成溝通上來說 令我無論對奇企 對整個行業 大家也知道我是很喜歡研究生物科技的 每種藥品我都有一段時間講 所以真的學到東西的 簡單上來說 我有些改觀 但現在你看到近期 生物科技股都有些回討 為甚麼 6月4至6月8 所謂的美國總樓協會的會議 開完所有數據公佈了 好的就升了 一般的就獲利回套 所以我覺得近期來 都是波動的情況好一點 這類型的股份是持續的 波動性大 如果你給我 可以下降 都不是16元 低於16元 我就可以考慮 我就建議可以買少許 做一個中長線的部署 希望藥品不斷推出市場的時間 就是商用化 可以先提高一線 好了 這就是給大家 答應了大家 交代琪琪 說你們說一些東西 不是馬上買的 我經常都說 做研究就是做研究 到合價才買 但不要說 我做了研究覺得OK 我一定要買 不合價就不買 不是一定研究員要買的 所以其實 我一個星期 建兩三間公司 一個月建二三十間公司 我都是推介 七少福 十大金股 三隻鑽物股 再多兩三隻 這個所謂的大辣股 我講一季 我都是講二三十隻股份 所以 不合就不買 好了 講完琪琪 我們講第二隻 哪隻呢 登登登登 科制 來 它本身 就已經截了IPO 你抽了 就等消息 你未抽 就已經沒什麼好做 不過我也想 我也是那句 不是為了買而去研究 是研究了 對的才去買 科制做些甚麼 我又解釋多些 因為可能是市場上投資者 比較熟悉生物科技 簡單來說 科制藥業是做CAR-T 甚麼 CAR我就懂 CAR-T加起來我就不懂 很簡單 我們剛才所說 是免疫治療 由以前的化療 標靶治療 到現在就是免疫治療 免疫治療有兩個分差 第一個分差就是PD-1 即是抑制劑 抑制某些細胞 令到癌細胞不可以拯強 不可以凝聰 第二個條線 就是將我們的免疫細胞 主要是T細胞 將它改頭換臉 強化它 令到它武器化 可以攻擊一些癌細胞 更加攻擊得好 這就是CAR-T的範疇 再簡單來說 在你的身上 抽些免疫T細胞出來 將它武裝化 變成CAR-T 打下去 令到它殺癌細胞 但所謂的 改變T細胞動作 都有幾類 CAR-T是其中之一 TCRT是其二 細分不說 主要來說 是一個未來的發展路向 不過為甚麼 它同類是哪一種 揚明巨落 都是CAR-T 金絲稅都相關 但為甚麼這些股份 不是太炒得起 因為PD-1的市場大 正在賣 行稅上年大減價 所以所有東西可以計算 CAR-T還有一個潛在 併法證是解決不了 第二 是它很貴的 全世界 其實只有五隻 的療程 CAR-T療程 是批了 中國一直都沒有 所以無論是揚明巨落也好 科制也好 是沒有東西賣的 如果就著CAR-T的療程 這是其中一個因素 所以我經常說 揚明巨落 叫做很波動 叫做神經刀 因為大家賣未來 你見證過百度的話 都知道市場不喜歡說未來 但起碼 今天裏面 讓大家知道 還有 它的路程 是比揚明巨落 再慢一點 你真的要見到 它有東西出台 收到錢 可能也要時間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不過這是說中長線投資價值 短線不是說這些 是說招股反應 市場氣氛 所以如果你抽了 我策略很簡單 就是 短線 升了就抄 那升多少才抄 不就只有那招 我只有幾招 就是看著它開市的第一口價 繼續升的話 拿著它 但跌穿第一口價 我就算了 我就當是獲利 當然 無論是天使也好 和它也好 招股反應也算OK 天使爆到傻 所以 應該也要推一陣 但暫時來說 我都覺得是推一陣 中長線投資價值 真的要 我不敢搶淡任何股份 我誤會 中長線我們就再看看 好嗎 所以 我們講完 這隻是科技藥業 即2171 我們看第三隻 這隻 都要講簡單說幾句 這就是風盛生活 大家看到 都知道 它早兩天 其實一天跌了20% 然後回穩了 今天再跌多一點 因為我們之前有說過 所以我其實在當日 即是星期三的下午時間 Facebook也出了Post 我就說 我們之前買的時候 很便宜的 你應該這麼說 雖然它最近跌得很厲害 但其實在圖表上來說 升的時候 你又不覺得它升得誇張 我們不要說太遠 我們說三月份 四月份的時間 真的是五元 五元的公司 做實業 上到八個幾 回想 又升得誇張一點 所以 記得第一件事 我經常都說的 不要看它跌了多少下來 如果這個價格 是一個短期 比較誇張的價格 它跌下來也好 不代表它很便宜 此其一 第二 我沒有收到具體的訊息 為何會否回落這麼多 暫時理解為 升得多 投資者沽貨 始終它是中小型的股份 大家一怕的時候 一起沽 做成一個人踩人的效應 所以當時來計 星期三 我出了Facebook Post 就說 好 如果你真的低位賣了 跟從我們的招 是什麼 大家記得 不要猜它升多少 否則 五元六元沽了 一直拿 分開紙 暫時賺價 可能在高位計算 是百分之十 雖然是沒有回過的 所以理論上 可以 Abr scand出來這個位置 是頭大約比8元 你已經在響景號 高位回落了百分之十 轉小了 先別猜是否有人僱壓 壞消息出等等 先別管 起碼短期走勢破壞了 八元你不沽 七元也要小心 當然那天應該要跌了15%才能沽 因為我看得很密 如果真的沽貨 其實也能沽到七元以下 但這樣說 如果你之前是 四元、五元去買的話 或者我們之前再低一點 因為轉物三股怎麼來呢? 就是在做了兩年 我們見公司找到三隻股份 331、3309、2138 當時市值很小 膠頭很小 沒有人認識他 2138大家都知道 Dr. Reborn 但醫師健康 是甚麼來的? 不知道 我介紹得來 也不知道何時升 大家又認受性不高 不如我自己買好了 所以就叫絕密三寶 經過一、兩年就收成證過 但這段是升得誇張的 但我們要提一提 有朋友是跌下來 八個多跌下來 值得買 然後另一天回穩 就跳下去 要小心點 第一 沒有聽從我的Facebook建議 第二 七個多的話 相對這些位 其實還有很多貨 可以沽出來 所以大家小心點 我們會繼續跟進 331的情況 但你問我 還原基本步 我又下回之前所說的 真的五元這些位置 它站得住 我才再進去 之前 當它升到七元的時間 我跟大家說說五元 你是不是瘋了? 是 我就是這樣 升了我一向都不追 所以現在我未看到任何 很明顯的 基本因素上的壞消息 因為當然 最近有很多人說 是否跟另一隻股份一樣 是殺下來 第一 它殺下來 你是完全沽得到的 有成交的 不是一夜殺九成 第二 它做實業的 是真的有錢賺的 就不是說 我做酒樓 始終是難搞些 過一、兩年做酒樓 所以 有一個根本性的分別 我不是偏幫它 但暫時來計 如果低位持續 對短期前景很擔心 你就只賺 沒問題 因為的確 由高位計 跌了百分之十 這是風險管理的角度 但如果你說 我未買 心動動 不如稍稍等等 再下多少少 五元或以下才去賣入 好 我們說到331 我知道超時 今天說十分鐘 真是太長氣了 但也想說多一隻 大家都知道 近來很多人問我 物管股 我都說 之前說3319 34元 36元可以買 上過40元 我就沒有叫大家沽 唉呀 慘 但坦白說 3319再上40元 我會沽 但如果你未買 我現在有些轉變 去看另一隻 時間關係 我未必能說得到 但我先開估 這隻 大家想不到 就是269 六成服務 下一次的片段 會詳細和大家分享 為何我們會選擇 269 為何我們會選擇 我有兩個新角度 因為我不斷研究 以往可能看物管股 就是 媽媽是誰 有多少樓交給她 然後她估值市 盈率便宜貴等等 我們有一個新的框架 希望可以在下次 和大家分享 為何我們會選擇 269 但我先說明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這一層 升得太急 似乎是整股當中 第二 股值上不是很便宜 去到四十幾倍 我即是覺得 一線的物管股 40倍我可以 二三線的 我要30倍 所以我要等它落 落到什麼位 哈哈 你們又笑我了 是的 我真的要落到 貼近十一元邊這些位置 我買得舒服 所以大家 第一 差很遠 因為今天又升 我真的不喜歡升 因為我未說 我說完它升 我當然開心 我未說它就升了 所以大家可以 未到價 看我下個星期 詳細分析 269 的觀點 大家再看看 合不合大家做決定 我今天所 希望幫到大家 無論我那句 講過股票 一定會跟進 無論升 無論跌也好 今天所有的股票都沒有持有 下個星期 真是簡短版 因為下個星期考忘 下個星期簡短版 再見 拜拜